好的,我们今天的主角是解冻 解冻狗来了,对手只有一个地宝 解冻A上去了 解冻优势非常大 解冻打出了鸡鸡 现在这个 大家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呢 应该是5号了 5号的话也是我们 毕老爷去当兵的日子 那在前一天的晚上呢 毕老爷这边也是 办了一个送行活动 是大头海 要向毕老爷还有交主 给他剃头 你看毕老爷浓密的绣发 就这样被剃成了一个板寸 我们还有美女做陪 这样的一个活动 然后我们就要 目送毕老爷去当兵了 以后再也 看不到毕老爷打凶器了呀 非常的可惜 这个 从此之后再也没有神族 可以 抑制重足 嚣张的气焰了 随着毕老爷去当兵的话 现在 我们能看到的选手 也是越来越少了 然后呢 这个解冻 现在也是 面临着一个要去当兵的问题 而且他的现在的竞技状态 确实是非常的差 做这个 与其做直播的话 继续的打竞技 确实是不如赶紧去 把兵一服完 然后以后再看看能不能做些别的事情 因为解冻 他这个变菜不是属于自己个人不努力啊 或者是什么的 主要还是因为身体的一个受伤的缘故吧 但是 以前大兴计练习量太刻苦 导致身体有一个永久性的损伤 这个可以说是电竞选手的一个悲哀 尤其是解冻这种选手的悲哀 解冻一直就给人一种很悲情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这个选手 嗯 不能不得不提 这个人是非常排华横溢的 然后打得极具观赏性 然后暴君的这个外号实至名归 但是很可惜的是遇到了焦主 哎呀 有一种这个寄生鱼和声量的感觉 而且这个人打得太拼 上帝1400800的这样的一个风格 否则是在展落无数名将之后 把自己的身体搞伤了 哎 但是这个人却看起来一点都不是那种 很狂暴的一个性格啊 感觉就是一个 一个温柔的大男孩的感觉 这样的一个人 所以也算是 非常值得喜爱的一位选手 这边解冻的话 是房子第一点探到月下之后 看到了人租农民 他判断人租就在这个点位 是的 没有判断错 所以他探到农民也回来了 然后看到人租二矿 这里有一个农民准备开二矿 而解冻了这个直播怎么感觉 清晰度比别人要低一点 不可以是打魔王 这个农民还是要操作操作的 人租的这个探路农民是相对来说最惨的 人家的探路农民都可以回血或者回护甲 人租这个掉了血之后就长不起来了 但是人租探路农民也是最不需要探太久的一个农民了啊 因为这人租的话基本单兵开二矿 重租就没有什么好办法 你顶多就是出一拨狗嘛 那出一拨狗这种东西还是很容易防住的 就像我们开头看的那个一样 解冻打一个地宝 自己有两对狗 结果一个兵都没打死 只是把这个地宝咬爆了而已 就无奈的打出击击 里面有个细节啊 解冻的探路农民直接在二矿的这个气矿处 这样农呃人族刚才干扰他造气矿的这个动作 没有给解冻的采气造成这样的影响 呃这个人族呢是Rush 是一个呃小强人族 然后他在现在的话水平还是很高的 只不过呢确实不是呃 不是他们那个最顶级的那那波那种感觉的一个实力了 不过也是很强的呃 我们解冻打猫王现在呃 这个成绩确实很一般 所以想看他赢的比赛的话也不能找太强的对手 那边解冻是运营星际运营的相当的 他在探路之后啊 这边十二地外双多补了两个农民才下狗屎 然后一直在补农民 疯狂的补农民疯狂的补农民 然后补的农民数量很多了以后 这边也只造了六只狗啊 呃可以说前期因为解冻这个狗给人的威慑力比较大 所以所以这个前期补农民可以补的偷一些 这边你可以看他经济云非常好 全部补的是农民 然后农民数量现在已经补了 是相当的充分 然后呢作为人租对方的话 这个Rush只看到了解冻的六只狗 却完全的不敢出门 还要在正面补房子 才没准还得补一个地堡呢 反应很快 农民及时的ENC了一下 没有被狗咬死 而且你看解冻这边狗操作很不错 居然是所有的狗受伤是一样的 啊这个火力还均摊了一下 真是有福同学有的同当 这自从大哥死了之后 剩下的五个兄弟 是吧 还是共患难的 好这边就出了一波狗 这个比较标准拖把流 而且是不补补地堡的 行这边就是利用自己小狗的一个操作 然后呢把人组给憋在家里面 这边狗的数量很多了 人组没有补地堡 这个有没有机会 咬一波漂亮 这个看命时间点抓得非常完美 要不是人组这个房子在的话 可能这波狗直接给咬死了 哎呦 解冻解冻在往左一拉操作 后面两只狗上的这样一瞬间 前线没管 结果就是因为前线没管 居然是被人组给挡住了 两个吉祥兵啊 就靠最后这两个吉祥兵和农民 站成了一个完美的围墙 他解冻了这一波给挡住了 只能侦查一下了 不过还好龙塔马上好了 接下来的话 消耗了人组很多吉祥兵 人组这个出门时间会受到一点影响 不过看到人组家里面这么多的兵营 感觉影响也不是太大 这四个兵营在这里取吉祥兵 一下一个一下一个的 一轮出来就是四个 感觉这波飞龙不一定能够 把人组拖延太久 然后解冻这边的话 也没有赶紧的派农民出去开三矿 只要这个拖把流是 飞龙一出来 这个三矿就差不多会放下了 解冻现在钱已经够了 赶紧先拉个农民出去 然后赶紧下口水槽 解冻这边气用的非常干净 但是不断的在造飞龙 这边是一口气 应该要造个十一只飞龙 人组刚几乎兵被消耗掉很多 所以多造点飞龙的话 确实可以把人组牵制的比较厉害 这边人组二矿的一个走空台 已经是建立好了 这个飞龙占不到什么便宜 在这里点点农民 确实感觉没有太大意义 几乎兵兵 你看这里其实就是随便造个三轮兵 这一对激乡兵就出来了 然后在解冻操作飞龙的时候 又可以再造出来 就是你打的永远没有人组造的快 这个就是这一共激乡兵的一个可怕之处 而且解冻前面省下来的地宝钱 现在还要再花出去 这非常郁闷了 还在补飞龙很极限 解冻就像凭借自己惊人的飞龙操作 把人组彻底的给封在家里面 然后纯粹的用飞龙拖延自己的三框 这勒克尔会转的非常的慢 这边切入很漂亮 人组可能要回旧了 三框还是不能放 这波被牵制得有点厉害 其实之前省下地宝钱 在这一时间才能吐了出来 结果导致自己没钱放三框了 然后他现在还面临着卡人狗 要造房子 还要造勒克尔是吧 升级三本 然后盖的这个好多全是用钱的地方 让解冻想想 以及为了明天而花钱 不如今天就把钱花了 所以直接出了波狗 小管家飞龙的一个包夹 漂亮 这个Rush选手也不错 靠的激阳边还在这里 最后临死之前要点一点飞龙 这样的话把这波激阳边给吃掉了 解冻现在压力就小了不少 然后可以安心的开三框 是吧 扁勒克尔 然后升三本 然后同时 他就是这种风格 要给对手一个巨大的心理上的压力 但对方不敢来打自己 8条飞龙 只剩8条飞龙了 假访是解冻大魔王的飞龙 现在其实 只有8条的话 人租也不会有太大的压力了 接下来人租再出门一波的话 应该没有办法用凭借龙狗来拖了 勒克尔 别人的勒克尔都是埋在三框路口的 解冻的勒克尔 要去埋在人租路口 直奔着人租家就去了 再补一点农民 解冻之前报告报的非常的多 你可以看到他现在的农民数量很少 然后BV的时间也是很慢 一般这个 一般充足在出勒克尔的时候啊 就开始升级一防了 现在这边解冻已经三门好了 再同时放下两个BV 然后接下来又要出好多的气矿 比如说是造蝎子 还要变勒克尔 这边 百人租封在家里的一段时间 目的已经达到了 现在三框已经可以开始运作了 等一会儿传送门造出来 这个三框就比较的稳妥了 在现在勒克尔也可以放个三框去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就是 防守自己的三框 飞龙也没有机会了 该撤了 哎呦 这里人租还可阴险 好传送门上下 现在要用气的地方太多了 这边蝎子也要升级这个C 然后还要双BV深攻防 这一段时间解冻运营的压力很大 这个农民想去采三框的话 不是有传送门吗 不用大老远走啊 这个是充足最恐怖的一个黑科技 传送门 别的种族都表示好奇怪啊 这个东西是什么样的一个原理啊 为什么 为什么一个纯粹生物的一个构造 就可以让一个 生命体从一个点瞬间移动到另一个点 这比神族搞一个这个阿卑特的 那个虫洞还要难以理解 特决根本无法解释 还有两个BV深攻击空防的一个速度 还并不是很快 刚才气体实在是不够 这个 哦 这个是Rush的两个三个雷车强行的 强行的钻了过来 没关系 飞龙过来也能够解决 这个人数也是开始转型SK了 一波机箱冰压制未果 然后直接是转型成雷车买雷 然后箱冰科技球的一个SK组合 这时间点解冻的三器 已经运营的非常漂亮了 然后呢 蝎子也到位了 好 这边如果能撞到第一个科技球的话 就更完美了 那现在就是一个对于重座来说 就是一个开四框 怎么样飞快速度 把四框开出来 这才的核心 作为人族来讲呢 现在是怎么把五框开出来 这个不是不是什么难题啊 对于人族来讲 现在就是随便买卖雷 这已经可以去开五框了啊 小事情 那么不用担心 哦 迪雷已经埋在人家脸上了 这里 龙里藏杀 能不能照上 好像没有听到黑牛爆炸的声音 哎 这里似乎是解冻的狗 已经跑到六点钟去了 并没有看到 有没有看到 有没有看到人族在六点钟开出的框 好 这里的话 掩护开四框 非常的完美的一个决策 规矩 哇 但是乱使选手操作也不错 还好还好 总算是把这个问题搞定了 好 开出四框来的话 接下来就可以反射围攻了 然后最好是开框的同时 能够多排排地雷 不要让人族地雷埋得满地独都是 方便自己一会儿反攻 然后呢 而且现在这个人族后期普遍是从这个参品点开始 就是疯狂的转机械化了 一边用SK压制 一边呢 开矿 然后一边是转机械化 这个时间点可以说是人族的一个比较薄弱的时期 基本上给重足威胁最大的就是中场的无数多地雷 会导致你的这边最有战斗力的蝎子跟勒克尔没有办法过半场了 所以呢 看着这个时间点 重足现在比较喜欢的就是多抱歇小狗 小狗打雷车是非常转的一件事情 并不是说想象中小狗这个兵种被雷车克制 当双方都不操作的情况下 这个小狗只要A过去 这边不管是地雷也好还是雷车也好 都是会被小狗咬的非常的上 但是这个操作的时候情况是不一样的 所以呢 这个时间点呢 重足要多抱一些农民 然后呢 多采一些水晶 这样的话 他就会有更多的钱去抱狗 但是这个基地数量也要很多 只要你狗多了的话 到处上A 就会浪费人族大量操作 然后你其实不操作 人族也不一定能打得过你 这边就用小狼一下 这边人族开矿速度非常慢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正常来讲的话 我们看这一套转机化的流程 现在人族是至少是有四框在运作的 然后第五框可能正在开 现在准备防守 但现在这个人族既没有正面用科技球给解冻压力 也没有能够很快的开矿 这可以说是 这可以说是这个人族选手就不是一线的 怎么样的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区别 解冻这边甚至有余钱可以直接下双牛档 这个人族现在唯一干的比较好的事 就是布置了大量地雷 但是这个地雷 只能在解冻的房子的观察之下 这个时间点已经很奇怪 人族SK部队在哪儿 怎么能够让重图这个房子到处乱飞呢 应该是SK在地雷中间乱晃 然后给重图很大的压力 这个Rush选手可能还是手没有那么快 这边节奏升级好了空头 然后同时升级好了一个房子速度 可以进行一波空头了 他还选择的是最具威力的 就是一个蝎子加一个勒克尔 这个是让人族最难处理的一个并种组合了 然后这边好像还要进行一个双线 你看看左边也要投 右边也要投 这波空头人族需要大量的飞球才能够解决 哦这边还有一个房子飞过去 骗了一把辐射 简动这边细节做得非常好 可能他对这儿的学生很熟悉 所以这个时间点敌人会干些什么 他都是了弱之掌的 你这个逃着人家喷口血是怎么回事 哦这个辐射是左边那个房子里面是有货的 并不是骗了一把辐射 又是一个一口红血 这下人都很惨 诶是红血了 这怎么感觉没有什么东西变红啊 哦农民变红 这个炸的就爽了 然后马上 马上这个蝎子就又有能量可以铺火雾了 这边又是一口红血 要了些命了 这波空头直接让人族经济面临崩溃啊 股市是一片惨绿 马上就马上就要经济崩盘了 这波空头实在是非常的漂亮 解冻也是有预谋的 之前都没有看到 他手速太快了 很早的就把这个空头全都升级完毕 然后随便派这样只狗去解决一下地雷 这场优势就非常大 人族为了防守解冻的这波压力也算是疲于奔命了 而且可以球数量非常少 不知道这个人族 他的一个气体好像都用来造中工厂了 导致这个转型计划之前的这波SK并没有看到一个大量的可以球 这波狗就已经够人族喝一壶的 然后解冻同时还可以积攒出大量的气体了 嗯 还有空头 解冻已经开始秀了 其实解冻这边的运营情况并不是特别良好 你看到他开放开放之后运作很慢 然后并没有补充大量的基地 不是那种通过暴兵正面疯狂的进攻来把人族直接给打 直接给耗死 但是但是这个慢慢的来跟你玩 通过各种操作细节 感觉双方可能确实实力上只是有一定的差距 在同一时间之内解冻干的事情就是比这个Rush拳手更多一些 我多干 我比你多干了好几件事 那我自然就更容易赢得比赛了 就像下棋一样 是吧 别人是一轮走一步 这解冻一轮走两步 这就是一步先步步先 这边Rush好像还在操作坦克来点解冻的这个Lucker 哎呦这波牛出来了 解冻这边刚刚散下来的这些气矿一口气全都花了干净 然后人族雷车根本就没有时间在中场继续的埋雷 所以解冻这波牛是可以一路坦毒的走到人族家里面去 这边是打击左下角的分框 这片分框对人族非常重要 因为人族现在很缺气体 但是钉过不去守不了 没有气体的人族 你抱一堆雷车这个比较好操作 然后重组打的后击的话 狗不要钱了 你是无法解决的 一波直接再打死了 哎呀也是好不容易能看到解冻大魔王的一个发力 嗯这个长这么一盘不容易啊 就不要说我们解冻大魔王菜了 对吧 对吧 对吧